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幽济的人们都知道我的形象 以为我是不应该成佛的人 贪向十足 其实则不然 我是在为众生表法相 表持戒律 一个人成佛 最重要的就是戒定慧 戒律是一个佛子应该做到的基本 如果连基本的武戒都做不到的话 那根本不是一个学佛人 任何戒律都是帮助你修成的登上缘 佛祖曾讲以戒为师 诸佛 诸位佛友 你们也是一样 只有延迟戒律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 一个学佛的人表面上看 表面上看 恭恭敬敬 谦虚有加 实则背后呢 自己乱告一些男女关系 以为别人知不到 学佛人是知不到 看你表面上玩智兵兵 对你恭恭敬敬 实许你不知你内心的状态 这都不行的 我告诉你们 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 不要被感情拴住 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后该你上天的 他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要看淡感情 我严厉批评那些表面上学佛学得很好的人 背后在同修之间搞来搞去的人 你们听好了 不要拿找个同修双修为借口 那不是学佛人 学佛人要干干净净 学佛人要没有七情六欲 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高了一点 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的人的最高标准 不要在同修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啊 假装学佛人 今天我给你讲讲佛法 明天我带你去放声 得了 睁开你们的眼睛吧 学佛人是这样吗 那么多的佛友为什么对你一个这么好 想想有目的没有 有目的的人是不是贪 至于贪的是什么 是贪爱 还是贪钱 还是贪名利 都好好想一想 不要不醒悟啊 到时候被骗了 还哭着给台长打电话 他咋那样 我对他那么好 那么实心实意的 可怜啊 到时候你们都傻眼了 台长一句话 你们就醒悟了 这是你欠他的 所以感情的事情非常麻烦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离那些专门对你非常好的异性同修 远一点 今天你告诉他 我想学佛了 我要清 我要静 清静的修行 不要被感情耍的 出来进去的 伤心又伤费 这样你觉得能处理吗 希望你们看破感情 都是大家前世的缘分 不要再续全员 没有意思的 今天你已婚了 他未婚 你都不要跟他进 知道吗 两个人在一起 早点晚点会出事情 因为大家没有到菩萨的境界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 希望大家 看破看开 今天想好了要修成正果 一定紧紧的跟随师父 你们的师父是今生带你们回家的人 谢谢大家 师父 我分享完了 你没感觉你的声音变掉了 我看你讲的话真的跟猪八千声音很像 我刚刚看见猪无能 他给你加持了 这个菩萨 你看你刚刚讲出来的话 声音 这个语气跟猪八千像的不得了 我笑死了 我看他在后面一直在笑 他一边听你在讲 他给你加持 一直在吹气给你 他挺好玩的 猪八千他非常非常可爱的 他真的很好玩 他其实比那个西游戏里演的那个 那个演员还要可爱很多 哦 太好了 很可爱 师父 我快问几个问题 师父 猪八千菩萨说 他在西游戏的形象是在为众生表法相 表持戒力 请问师父 想成为菩萨 成佛的人 在人间情观最难过 色戒最难守 请师父开始一下这个问题吧 远离啊 远离 远离世界 自己知道 为什么出家的法师他们要远离呢 就不要再去接触了 男男女女这些不能接触了 明白了吗 因为当你 当你梯度之后 他就没有什么 这个众生像会写画 所以他就看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众生当中 你今天做的这个头发啦 你今天眼睛画的那个样子啦 会产生爱意的 明白了吗 因为人被五情六欲所染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斩断情缘 有些人的缘分已经来了 咱也斩不断了 只能先随缘 以后有机会自己能解脱嘛再说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情缘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生的缠绕者 你如果今天舍不去 你就永远斩不断情死的 所以有时候人要开悟的人必须要有一些付出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傅 猪八戒说 他是在为众生表法相 表持戒力 请问师傅 我们在修行中应该怎样当下自己的持戒力呢 师傅 持戒力嘛 就是他就显给你们看呀 他自己好像把持不住 对不对啊 他把持不住你们看电影的人 你们看到他这个样子 你们急不急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很着急呀 实际上就是你们一种心呀 就是没有持戒力 要戒要持的呀 有戒不持你就等于没戒力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傅 猪八戒菩萨说 学佛人要干干净净 要没有七情六欲 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 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要求高了一点 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人的最高标准 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话 对啊 最高标准 七情六欲都要抛开呀 对啊 连师傅现在有时候对这些孩子啊 对这些老人家有时候还是放不下 有的时候看到很多年纪大的很多孩子啊 他们跟着师傅修了这么多年了 毕竟师傅还是很舍不得他们的 对不对啊 实际上你舍不得你就帮他们背了呀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七情六欲都要舍去 只能留一个佛情 七情六欲是人间的 人间的七情六欲必须要舍去 只能留一个佛情 那是天上的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诸八戒佛达说 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 不要被感情拴住 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甘板点 就不要被感情拴住 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你有感情 你走得掉不拉 你说你死的时候 这个舍不得 那个舍不得的话 你能上天不拉 你无在意生亲啊 你走的时候你要到天上 菩萨来接你 你把人间的全部抛开了 菩萨很轻的把你带上去 你身上这么重 菩萨都带不上你去啊 因为带到一半 那些人全部要掉下来的 而且你带到一半 你自己被这些情所困 你自己也上不去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男女同修在修行公共 碰到很多前世的缘分 面对这些异性缘分 是怎么样比较圆容的去处理呢 师傅 把她当 把她当佛友呀 不要把她当亲人啊 也不要把她当成好像你的情缘啊 就是把她当了一般的佛友 看一看好了 就不要再去看了 要学会自己一二三 就是眼睛看 如果碰到了 看一看 笑一笑 克制自己不要去看 就可以了 一二三 就是一二三我头要回过来 不要再去看了 对不对呀 明白了 明白了 你要坚强一点 那是我说八卦说 大家都没有到菩萨的境界 所以有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 那师傅 这种精神上的支柱是 精神上支柱就是我们说的呀 还没到菩萨界 就说明你精神上缺少支柱 精神上缺少支柱呢 要以德为师 对不对呀 你要看师傅了呀 很多人呢 就是这样的呀 很多孩子感情上放不下怎么办呢 他对师傅特别好 对不对呀 他其实对这个师傅好 因为师傅是大爱嘛 我是没有私欲的爱 所以他们他们对师傅特别好 他们等于把自己一种私人的爱 转移到一种无私的大爱 就像就像师傅 如果我没有私人的爱 我就把它这个转成对关心不上的爱 我只要一听这个关心不上的歌 我就会掉眼泪 我只要一看见关心不上的脸 我就会很感动 就是我的人的精神的力量就在这里 很多人嘛 没有这么大的境界 先以师为榜样嘛 对不对呀 以自己的师傅 老师为榜样 他也会从老师这里得到 无比的那种能量体的 所以过去我们说雷锋 他也不是菩萨 但是我们一想到雷锋精神 我们是不是人就拼命的做善事了 一样道理呀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了明白了 老师傅今天感恩你的慈悲开 是今天的问题外道这